接下来,由休斯顿著名画家张耀武与画家刘笋举行的唯美与空间作品展 于5月1号晚间在休斯顿中国艺术中心举开序幕 两位渔美艺术家一共展出近40幅作品 吸引各界社团代表艺文人士前来观赏 两位艺术家有较为相似的经历 在美国的美术学院受到严格的绘画技法训练 具备卓越的造型能力 赴美十余年间又吸收西方绘画和文化的熏陶 具开阔的视野丰富的文化运笛 这是两位画家首次合作 两人移居美国之后十余年间一次重大的展示 本次画展的主题唯美与空间 诠释出两位画家不同的绘画风格和交流与碰撞 超写实这个东西也是无止境的 还可以表现出更加完美 超写实真是个没有镜头没有止境的东西 我们完全可以看了像比照片还要写实的东西 很多一般有的相互达不到的东西 我们绘画都完全可以达得到的 张耀武的超写实主义风格的镜物作品 细密生动 极尽刻画 光影灿烂 令人赞叹 情勇系列的油画作品 运用超写实主义的手法来表现装置艺术 充满了历史沧桑的时代和冲击感 这个唯美与空间才是我们两个不同的风格 因为它把我们这个作品形成了一种唯美的 一种超写的那种纯现实的一种完美的表现 它这个好像关于有一种对时空的一种穿越 主要是表现这个体态 2004年流水移居美国 10年间潜心创作研究 近期完成一批作品 具有强烈的新象征主义色彩和超现实主义风格 融合东方哲学思想和西方绘画技巧 作品呈现出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感与神秘 具有灿烂的色彩与辉煌的装饰效果 复杂深邃的惊悚气氛 丰富细腻的人性 产生强烈难忘的视觉效果 刚结束休假反美的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 总领事李强明 接夫人前来观画 文化参赞梁松 特别在画展上提到 张耀武曾将工作室 作为休斯顿交响乐团获奖选手的招待会 令他对他的印象深刻 杨松参赞表示 张耀武和刘笋画作具多样性 有超写实 有表现中国传统的主题 如佛教的壁画 有欧洲风的 充分表示中国画家深厚的功力 结合中西艺术家之常 此高水准的画作 具有传播中华文化的深远意义